国语有生善书 一致拱横堂善书 万心自在论 主著先佛为阿难尊者 此书为阐述弥勒心法 阿难尊者将 二 空性 缘起之法无自性 无自性 故空 而性空即是诸法之始相 诸法时相乃超越生灭长断 一亿来去等小乘之利论 唯并非图持一切空间 妄度一切皆空 后世有之一切皆空 于俗地中不失设有 于真地中真理亦无 此未知恶取空 亦称审空 中观有真空 体虚如患 于家则外无内有 事皆为事 体乃禀自水火风土 似大甲合 故无自我 性乃禀自天地至善 故非自性 凡诸视现净动 不可为假象所蒙蔽 则可不入于迷失 以上所云 乃在阐述空性与缘起 巨乃世尊妙地之根本利论 亦乃佛家大乘之理论 诸空性在佛家教义 本事不值 但后世在世尊灭度后 数百年间 各家学说纯起 乃有大小乘之对立理论 但空间在为世理论之中 并非一切皆空 如前章所云 无其实相 以假名作施设 即是以利 又如人身假体 以腹经母血胎育而成 但其实体又属四大甲合而成 故不论其和和形成之实相 或玄规毁灭之四大甲合 由无至有 由有至无 此一转变 即是源于 缘起至形成 再由形成 复归于空迹 其牵一发而动 全身之关键 修习之人 如不能加以理解 则无从学起 万心自在论读后感 二 昔日大觉佛陀在菩提树下 大彻大悟 华言藏庄严时报佛土时 出唱法奥 皆引对象 乃仙人 天二成之根基 此段佛力因缘 又名阿含时期 其主旨在告诫 有情众生 一切因果轮回之根本 起源于贪 称 吃 爱之无名 由于无名声 所知 烦恼障碍 苦而成见 似二或 因故百般造业 即出苦无期 故当一界 定 会等善法 灭 而取出 世之涅槃热静 道 即超越五因 遮障之有违法 世界不外似圣地 苦 即 灭 道 继阿含时期后 为隐生 闻回小象大之故 续扬诸法 因阿赖耶 是而缘起 故一心 所知 所献诸法象 若由共同活动力 共业 而变现者 则成共同一指的世界 由各个人业力 而变现者 则成各个人之一生 故诸万法之 森罗 而结善缘 并发善心所知现行 回勋 突破攀缘 乱想之视觉 用事习性 而转有染 八视为无垢原成事 乃一切菩萨必修会学 此一时期之 愣且法傲 端赖弥勒菩萨之一 如来本意 在续于家师地论 而辉弘广大 即玄奘大师 西域取经 而有东土之为是 宗脉心传至今 故于家 宗义总持就在为是 即曰为是 若根是不起作义 领受则不干尘色 且一切有形 有相 有志之尘色中必幻灭 故曰外无 又为是之了别 思良 执葬作用 时乃内有三层八类 试用 又名八视新王 此事若能清明自持 了别 思良时能无计量 不执着 破人我 罚我之根本我执 自可真假分辨 转 执 是承治 会 发明如来本心 而原成实性 故曰内有 由上之论述 可知于家大义 可说即是内有 外无之为是精华 故尊者阿难曰 于家则外无内有 是皆为是 此处所言人 我者即地 水 火 风似大甲 和所成之躯体 历经少 轻 壮 老 终必尘归尘 而土归土 罚我者 一切妄想执着 所引发的人生观 价值观 其根源于 我见 我慢 我爱 我吃 何并多结 轮回之前藏习性 所引发的自我 存在幻觉 皆需假因 缘何何才能生起 且都会衣食 空所显人 是地 物的迁移而变化 故非永恒 不生不灭 不增不灭 之真如至善本性 所以 尊者曰 蛆 体乃柄自水 火 风 土 四大甲 和 故无自我 性乃柄自天地至善 实乃大化合一 万古横存 不生不灭之真如实体 故非自性 自我直视用事之习性 方广 说大圣菩萨道也 实说明宇宙之因果相 皆心是企业造作生起 但是说万法有决定及不变之特性 唯恐众生执诸法有实在自性 故佛陀随之红眼缘起性空 即诸有为法随阿赖那是而牵引生起 但有为法之本质 追根究底只不过合合产物 并为自体不变横持之本质 而只显如来法身本体 不生不灭 不去不来 不有不无 超越世间 出世间之色 空生灭幻象 故无任何邪 妖鬼 怪可摧毁之 又好金刚智性 此上圣密言傲义 历经龙数菩萨之依法产阳 不生不灭 不长 不断 不依 不义 不来和不去之八 正道中观论说 此乃尊者所言 中观有真空 体虚如患 即信愿 智慧 慈悲随缘广大之大制度论 而终成佛法之中间精髓 故缘起性空者可说 是菩萨之发 似无量心 慈悲 喜 舍 行似设法 不失 爱与 利行 同事之总持心法 其体用可减述为 以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之空性 发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之菩提心 行身 口 一知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纵观世尊四十八年之正法诗后 不论是阿含时以或业缘起而讲似圣地 方广时以阿赖缘起之内有外无 而说诸法为是 或般若时之因无性缘起而道缘起性空 随缘了业 般若自在 诸般经论 苦口婆心皆为有违法 又称俗地 无非欲众生因而明了 无违法之真如本性 涅槃实相 又明真地 恰如以手指明月之手指角色 龙树菩萨于中论对此真 俗二地有祭约 诸佛依二地为众生说法 亦以世俗地 二以第一亿地 真地 若不依俗地 不得第一亿 则不得涅槃 故俗地可解释为 诸佛菩萨与有情众生所生存的相对比较世界 取众生所能理解的事项 所开示的真理 就叫世俗地 当今经 律 论三藏所主宰的浩瀚意理 皆可叫世俗地 而真地者 即明第一亿地 乃超越比较 思量 远离文字名称 又明教外别传 真修实证的自性净土 如来本性 不可思议境界 天中天秘言圣 华言世界等 末法时期 众生根气沉沦 犯直第八世之 见分为真我 反道将不生不灭之 自性真如涅槃实境 抹杀否定为荒唐虚乌之邪说 即以非我为我 非见为见 认假为真 以成当今众生之 共同征兆 故佛门中之三法 因诸法无我 诸行为常 寂静涅槃 之无我 无常之观想 正是防患有情众生断剑 边剑而换生假我 引入迷境之良药鲜汤 因诸法之生起 无非内因交感外缘 才能生起 所以法之本缘 无永恒存在之本质 故曰诸法无我 又诸法生起 必生造作 曰行 有所造作 必显示像 形象 这些景物历经成 诸 亦 灭中归乌有 故曰 诸行无常 虽言 一昧直神手空济正 涅槃热境之边界 非真我 且说 直亦时空可处 可闻 可听之沉挚为时有 其余无形象 可领受尽皆迷幻之断见 更是堪怜 然常 热 我 竟知解脱妙性涅槃时境 却非凭空揣测 亦非海事慎楼之幻生 故道寂静涅槃 大觉佛陀 圣爱无尽为 勉罗汉 辟知佛之根 积习于苦 空 无常 无我观想 而难发增上 大圣似无量心 无法亦窥密 言圣天中 天之涅槃时境 故纵然勿受 众生不竭之 孤类供养 而身患严重力疾 生命即将 世纪之最后三个月 由大矮绵绵 难舍难弃众生 说法不竭 再三叮咛 开眼真长 真热 真我 真净之大涅槃经义 大涅槃经者 中印度人谈 无言趁沙门翻译 世尊临终最后开示 于其卷第二哀探品 第三中有记录 世尊对真我 假我破写显证之精辟法义 经节路如下 苦者忌热 热者忌苦 是颠倒法 无常计常 常计无常是颠倒法 无法计我 我计无我 是颠倒法 不敬计静 静计不静 是颠倒法 有如是四颠倒法 世间之法有四颠倒法 故不知义 如来本义 所以者何 有想 妄想 计量 颠倒 心 心直起我向 颠倒 见 边断等 不正邪见 颠倒 以颠倒 故 世间之字而不知义 何等为义 无我者即生死 盖人生历经少 轻壮 老中归乌有 我者即如来 大绝佛果 万寿无疆 无常者生闻原觉 不得究竟 涅槃取证 不时故无常 常者即如来法身 从无时以来 不随夜暴沉沦 而有生灭 故曰常 苦者一切外道 离心外求 无名难除 二丈盘结 迷惑无知 生死无名 故曰苦 热者即涅槃 远离直视觉寿 不染不着 不生烦恼障碍 故热 不敬者即有违法 取染沉色 而生幻觉心相 其意造作 故曰不敬 敬者诸佛菩萨 所有正法 远离偏激所知 而常清常敬 不够不染 故曰敬 世明不颠倒 以不颠倒故 知字之意 若欲远离似颠倒者 应知如是常 热 我敬 拱恒堂可以免费 住籍弥勒净土 但小编 真心建议 替自己生前 住籍拱恒堂灵修院 浩天子寿灵修院 新台币六千元 因为有去灵修院后 进入 弥勒净土的果位 会比免费 住籍的高 甚至可以达到 内院大菩萨等级 所以真心建议 免费住籍 弥勒净土之外 也要住籍灵修院 详细资讯 请洽询 拱恒堂师兄姐 影片后面有他们的LINE 思念 那也有比较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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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